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为什么有的人恶心 有的人恶意 为什么有的人贪图 欲望 称恨 现实 然后再加上愚痴 这些都是造成你性格脾气的一种基础 因为你把这种种的色心存在的 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全部存在你的内心当中 因为你看到的是外围世界的种种色 你就慢慢地把这些种种色 理解成这个世界的本体 就有原来这个世界的本体 就是这样 原来这就是相用 看到了这个事物 原来就这个作用 举个简单例子 师父刚刚说的花 难道花就是放在桌子上 就这个用吗 花的作用可多呢 所以任何一种物质和事物 所产生的相 并不是这个事物的究竟 没有像 你就不能用 你没有对这个事物的理解 你就不能去使用它 跟它沟通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能理解 这个人 性格 你不能跟他交朋友 否则的话 你就会上当 就会最后失败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没有像 不能用 能够理解它 那你才能用这个 你不能用 就不能证明它 它有体性 所以你对一个人不了解 你要是 随时便没跟他交朋友 可能你就会上当受骗 举个简单例子 你没有看见一幢大楼 你就没有看见 这个物体的存在 你的心中就无法产生像 你就无法用它 你就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你不能看到任何东西的存在 你就不能妙用 这个理解是哲学的 所以佛教 它是非常哲学观的 师父告诉大家 首先我问你 你看见这幢大楼了没有 看见了这个物体的存在 你的心中会产生 这个大楼好坏 像会产生 产生了之后 你才能去使用它 去运用它 如果在你的内心深处 在你的现实当中 你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你想象的 有这么个大楼 你就不会去认为它的存在 你也不能去使用它 你就失去了这个妙用 实际上 佛就是告诉我们 人为什么会无中生有 为什么很多没有的事情 它会产生有事情 这就是妄念 妄想呀 因为你妄也能想出事情出来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人好几天没了上班了 人家谣言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怎么回事啊 在家里是不是打架 只要有一个同事开个玩笑 边上人 只要有三个人认同 可能这个谣言就成功了 那就是妄念 妄想出来了呀 对不对啊 你没有看见过 你连像都没有看到 你怎么能产生正确的思维呢 你怎么能去用这些呢 所以当你知道一句话 你不知道好的错的时候 你去运用了 你可能就伤害了你自己的智慧 伤害了你的本性 我们人怀疑别人就是这样的呀 怀疑人家对你不好了 你的怀疑 你认为这个像是存在的 你没有看见 但是你妄念 然后你去用了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了 在伤害你了 然后你就记在心中 你去用了 最后你就伤害了 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 和佛友之间的感情 所以妄念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因为想象 那是虚空的物质啊 你看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想象出来的 那你说想象有正能量想象吗 有啊 你看飞机的制造者 还有啊 发明家 他首先运用的是想象力 然后他去证实那种虚幻的东西存在 但是在妄念当中 你这个想象 因为有的时候是一种幻觉 你以为是对的 因为幻觉会扭曲你心里的正常状态 你比方说你对这个人印象一直很好 你去想 他最近为什么跟我不好了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开始扭曲了 曲线型思维 你的心理状态就变成曲线型 去理解 然后会造成对你自己的伤害 所以很多人 拜佛 刚拜的时候 观世音部杀 你保佑啊 我们躲过这个劫啊 他命根当中啊 最近正好 是有个善报 菩萨帮他了 点画他了 或者正好他一求 这件事情印了 哎呀 菩萨真灵啊 再碰到几件事情 求了半天 怎么不灵 你命根当中没有福德了 那么然后呢 开始妄念想 菩萨不喜欢我了 菩萨不理解我了 是不是我买的水果太差了 还是我磕头不够诚心了 什么妄念都出来了 然后这种妄念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就存在了一种曲线型的 负心理状态 不正常 觉得菩萨不关心他了 上次为什么关心我 那么慢慢的 就以为自己是对的 就觉得菩萨有分别形 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了 就像我们佛教上面讲的 种善奉行 诸恶莫作 就是这句话 你种善都要去做 诸恶都不能做 这就是个真理一真法界 今天说 进步的人 精进的人 能够忍辱的人 能够努力的人 这个人就能够修成佛 这就是我们的一真法界 我们今天有信心 去克服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能够成功 能够在这一辈子 能够修成 那你就是拥有了佛的一真法界 或者你说 如梦幻抛影般的世界 是无常的世界 这也是一个一真法界 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真理 它是颠簸不破的 讲的就是 我们的人的真心 我们的内心 佛性 是非一非二的 不是一不是二 一一一二 是一也是二 你说你对一个人 如果一心一意 这个人能对你 不一心一意吗 我们对佛性 一心一意 非一非二 你说佛能 不帮助我们吗 你如果对佛 三心二意 今天怀疑佛 明天觉得佛 没有照顾你 后天觉得佛 怎么有偏心 为什么 他求了就灵 我求了就不灵 所有的这一切 让你产生了很多贪心 恨心 或者愚痴心 然后还有嫉妒心 你的三心 四心 五心 全部都产生了 你一个意念 会产生很多的想法 这些想法 又存在 在你的内心深处 而这些 存在的想法 又是虚幻的 那么慢慢的 一个想法 又生出 种种想法 所以经文上就讲了 你的烦恼心 你的恨心 所有的心 都会让你产生 种种想法 因为它会生根 它会发芽 所以你的理解 也会慢慢的 越来越多 所以佛叫我们 非一非二 一一一二 所以世间的一切事物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它都有道理存在的 它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就像我们 能够理解这个事物 就是有生必有死 任何事物都逃不脱 成住坏空 你说哪一个人 不是经历了 成住坏空 四个阶段 孩子出生了 成了 成为一个人了 住在这个世界上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到了老年 开始坏了 身体坏了 所有的事业 各方面都不行了 往下走了 最后人没了 空了 一个房子造好了 几百年用完了之后 破损 拉掉 炸毁 重新再造 这就是辩证法 这就是说 我们活在世界上 要理解 这个世界有真理的 成住坏空 就是真理 没有一个人逃得过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像 这个像 也会灭掉 今天你看到了 听到的 证实的一切 你虽然能够证实它的存在 因为它没有字体 是虚妄不实的 什么叫没有字体 我今天看到的事情 它没有本身的一种 生存和延伸的能力 举个简单例子 好吗 今天你看见 小时候的一幢房子 你看见这幢房子 它有自己生存能力吗 它有字体吗 没有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就没了 对不对 小的时候 感情坑搞 跟小朋友 慢慢的这种感情 它没有字体 你不联系了 它就慢慢的 不生根 不发芽 就没了 而人的思维 它是有字体的 为什么呢 你自己会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多 所以为什么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哎呀 你不要多想了 因为越想越多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烦恼 有的时候好的事情 一个好的种子 越想越开心 而一件不好的事情 越想越难过 这就是虚幻不实的世界 这就是佛教我们 这就是佛教我们不要去 沉醉于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所以永恒 是真实不变的 就是我们的本性 这就是实相 要我们看到我们本性的相 而不是看到虚幻的相 这样你才能在佛法当中 真实妙用 所以你看我们修心的人 不会浪费生命的 因为我们修心的人 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 因为人身体可以死 但是我们的灵魂 它是不会死的 这就是我们实相 你知道了 永远不会死的东西 你就好好的去修 把它修得圆满 修得完美 最后你就沿着这个 永不灭渡的 本性当中的佛性 然后能够超脱我们的人生 进入佛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说 你真正的要看到的东西 而不是看到我们过去的一切 很多人把过去的一切 记在心中忘也忘不了 今天看见的一切 都会失去 我们今天拥有的 明天也会失去 我们年轻时候拥有的 一切都会失去 这就是个真理 你比方说我们今天讲的话 和别人争斗 争辩 得来的那些 证悟的方法 觉得我赢了 我明白了 也会失去的 所以很多人 当了很多人面前 很要面子 当时有点面子了 很快就没有了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概念 一种体悟的感觉了 只是在你内心的理念上 形成的一个过程了 有什么用了 这个过程过了就没了 就像我们坐车的时候 看见边上 哎呀 马路上这个草非常好看 这花非常好看 开过了就没了 所以还去停留在那些虚幻的 明明知道 它只是一个过程的 在这个概念当中出不来 这个人 我们用现代话讲 叫死脑筋 用佛法界讲 就是在你的内心 已经存在着 这个障碍 内心的障碍 所以要学会放下 心无所住 我今天不住在 一路上看到的花的上面 也不住在 我今天要修心学好 一切都是以悟性处罚 随缘处罚 我的心无所住 我没有对一件事情 特别执着的放不下 经常问问自己 考验一下自己 如果叫我放下这个我行吗 如果这个房子 送给别人你行吗 今天这个单位 我这个职位给别人 我办得到吗 今天别人骂我 吐我一口 吐没了 我能忍受吗 每一天要想 每一天要心无所住 那你的心 处处才是进步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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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